今天豪宅玩具要分享的是 2020年的樂高 761.13 然後翻成中文名字的是 復仇者貨車襲擊 基本上就是由鷹眼跟 美國隊長所駕駛的 復仇者貨車 這蠻奇怪 由他們兩個來駕駛 遭遇所謂的 AIN特工襲擊 那直接不廢話 就給大家看內容物本身 內容物本身除了 美國隊長的人偶以外 還有兩個所謂的AIN小兵 那一樣就先介紹人偶的部分 第一點 然後先給大家看一下貼紙 其實他貼紙部分主要都是所謂的 車子用的貼紙 車子用的 這個是他的車牌 然後他們後面貨櫃的車 那個復仇者的貼紙 然後AIN特工他們的特寫 基本上這樣子 沒有什麼特別之處 人偶的話 美國鷹眼是這樣子 算是比較漫畫版的造型 一樣是給他工 然後除了單邊的頭 另外有另外一種頭 一種是微笑 但基本上都是有帶著墨鏡 那後面被拿掉工後的塗裝 是這樣子啊 基本上還蠻俐落的 後面這樣 前面這樣 頭戴起來 頭髮這樣 然後美國隊長這一組 其實比較好一點啊 他有給兩種 他除了頭髮以外 他其實還有給頭盔啊 他怎麼頭盔怎麼端掉 頭盔在這 頭盔在這裡 一般 然後他頭 頭是雙面頭啊 一種是帶著頭盔用的那個 顯示用的頭 頭 臉雕 就是有那個 這算是 安全帽的扣繩的臉雕 一種是沒有啊 正面的塗裝這樣子 後面的塗裝這樣子 然後你把頭轉過來這邊 就可以給他戴上 美國隊長這個頭盔 戴上去 這樣子 然後 盾是這樣子 後面這樣子 正面塗裝這樣子 側面 底部 然後再來是 特工 第一個 正面塗裝這樣子 單面頭啊 基本上他只有前面這個護目鏡的地方啊 後面這樣子 前面這樣子 然後附的武器 是這一把槍啊 然後槍的部分 其實 他們應該是要配合這一個所謂的特效零件 做類似那種噴火或攻擊的模式啊 但本人並沒有使用啊 所以看起來 槍看起來有點薄弱 然後另外這一個是有所謂的噴射器的部分啊 但因為他噴射器 一樣本人沒有裝啊 所以看起來 從後面看有點 該怎麼講 有點空虛感啊 然後基本上兩者的塗裝 從這樣看是 一樣的啦 基本上我看不出有什麼差別啊 所以他們基本上唯一的差別就是裝備啊 這個後面塗裝這樣子 給大家看一下 一樣啊 跟剛剛那一組是一樣的 然後再來是介紹載具的部分啊 他這一組 他們這一組有一個那個攻擊用無人機啊 這個還不錯 上面這樣子 正面這樣子 然後這兩個可以射擊啊 但本人不會按啊 後面這樣子 然後另外一個有三輪車的部分啊 三輪車的部分 後面這邊 被我拿掉了 他有給一把這個武器是安插在背後啊 就是你開這輛車的人可以使用啊 除此之外 這台車我必須講 他沒有什麼功能性可言啊 這台車竟然是沒有任何的射擊武器的一個 車子 上面這樣子 側面這樣子 基本上沒有什麼好介紹 除了這個輪胎我覺得不錯以外 其實 算是一個蠻費的套裝 然後再來是所謂的 復仇者貨車啊 然後說明書他也給兩份 這點我也不是很抖啊 其實他內容真的沒有太多 其實蠻好組裝的 側面這樣子 側面這樣子 正面這樣子 上面這樣子 然後左右兩側這邊有類似那個 搖動手感的部分 前面這邊可以打開 裡面可以做兩個人啊 然後這裡可以合起來 後面是這樣子 他另外一個特色就是所謂的 這個按鈕壓下去 這邊按鈕壓下去後 上面他的 左右兩側的貨櫃可以打開 打開後 裡面這一個零件往上一拉 就可以把所謂的裡面的 對空的那個 對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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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機關 機關 槍 拿出來啊 按道理講 這左右兩側另外還要有這個零件要做連接啊 但本人 並沒有組裝啊 所以他這樣看起來有點空虛 按道理講 這邊的鏈條 跟這邊的 前面的零件會組裝在一起 會變成一個 還蠻漂亮的一個射擊模式 底部是這樣子啊 基本上紅色這個就是 為了讓你可以把這個直接打開 如果你要讓他合起來後也可以啊 直接合起來後 槍 這個還是可以一樣在外面 正面看這樣子啊 然後基本上 他唯一的射擊武器 就只有這一個所謂的 上面的部分啊 側面是完全沒有 後面的話 基本上所謂的貨櫃車 唯一的特色就是這裡 我是蠻喜歡這個特色啊 壓開後 他直接就可以 把他裡面的 整個貨櫃打開後 這一個可以直接拉起來 變成一個連射模式啊 這是樂高76143啊 復仇者貨櫃遇襲啊 有的人偶 有的樂高人偶 是美國隊長 跟鷹眼 還有兩個AIN 的特工 那今天影片就介紹到這裡了 這組售價好像一千多 我有點忘了 那今天影片就介紹到這裡